中国香港上海曾经出现过很多辉煌人物 不少人现在都是香港顶级富豪 其中不乏一些人为国家做过很多贡献 一 何鸿燊 很多网友对何鸿燊第一印象都是澳门多 但其实何鸿燊是香港人 他自小在香港出生长大 家境非常优越 曾经是同学们眼中那顽固子弟 但后来家族没落了 何鸿燊藏遍了酸甜苦辣 在这时候何鸿燊就像变了一个人 刚从学校毕业的何鸿燊就还在香港商界展露头角 1959年何鸿燊已经成为了香港数一数二的大富豪 后来何鸿燊转战澳门开始进行赌场 去世前何鸿燊的身价已经超过了5000亿 都知道何鸿燊是香港商业巨子 但其实他可是非常爱国的香港富豪 抗美援朝的时候 他就为内地持续输送禁运物资 多次在国外排卖会上抢拍咱们国家的文物 无偿献给祖国 二 何鸣东 因为2021年是东京奥运会 何鸣东家族多次出现在新闻媒体上 奥运会结束之后 何鸣东家族还要中奖奥运代表团 金牌获得者将会拿到重达两斤的黄金和8万美元 而且这项奖励从1984年就已经开始 如今已经坚持了47年之久 而且何鸣东为了当初中国能够加入奥运会大家庭 可以说是偶心立心 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 那个时候中国入澳 对提升国际地位非常重要 在他的努力下 中国不少体育项目都加入了国际组织 中国也顺利加入了奥运大家庭 何鸣东虽然不是香港最有钱的富豪 但绝对是最爱国的香港富豪 在香港富豪中 装饰品又算是低调的一位 这个1911年出生的老人已经于2007年去世 他是香港最有名气的银行家 而且是白手起家 通过自己的努力 两年的时间内创办了两家银行 并且将这两家银行逐渐做大做强 虽然一生赚钱无数 但装饰品却视财产为分土 他在内地捐赠200多所学校 去之后将两家银行捐赠给了国家 说起这个名字你可能不太熟悉 但要说他的爷爷郑玉彤 相信你一定会有所耳闻 他所创办的周大副珠宝 在国内可谓是家喻户晓 2019年建国70周年大庆的时候 郑志刚还代表爷爷郑玉彤 受邀到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 他们爷爷孙俩都非常爱国 2019年郑志刚直接宣布 将旗舰28万平方米的土地 无偿捐给香港政府 用来解决和改善香港老百姓们的居住问题 此举不仅为香港四大家族做了表帅 同时也延续了他爷爷的精神 5.李肇基 李肇基家族也是香港四大家族之一 当初郑志刚宣布捐赠土地给香港政府的时候 李肇基家族很快就跟进了 表示也会为改善香港老百姓居住挑衅做贡献 在香港超级大富豪中 李肇基的脾气也是最火爆的 当初因为支持珠港澳大桥 李肇基炮红了李嘉诚 表示比起赚钱自己更爱祖国 也确 如果拿钱去抄底英国 李肇基的身家可能会更高 但他还是坚持拿钱 这对国人有益的事情 6.李嘉诚 虽然在建国七十周年的庆典上 李嘉诚的儿子李泽聚代表家族受药产家 但这些年 李嘉诚家族其实饱受质疑 他们几乎撤出了那地市场 将自己大部分财力都押饱到了英国 但其实 李嘉诚还是非常爱国的 曾经为武汉捐赠一个亿 1990年 更是夸费了6亿元 建设了汕头大学 只是这些年 很多事情李嘉诚确实得行有亏 所以也经常遭到国人的指责 7.郭德胜 郭德胜 郭德胜家族名气不算大 但他们也是香港四大家族之一 在香港地产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郭德胜家族曾在广州投资了将近20亿 新签中国大友店 拿回成本后又捐赠给了广州 不过和其他四大家族相比 郭德胜家族有些另类 郭德胜家族是四大家族唯一没有受邀参加 建国七十周年大庆的一个家族 这主要是因为郭德胜去世之后 三个儿子一直在增加产 在大众眼中的形象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 极致可爱的小伙伴们 你们还是想感谢爱国商人的 欢迎大家积极留言讨论哦